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用这个条件来讲 可能七万人都不到 中国人口十三亿 就不成比例了 那么再讲到往生 往生才算数 不能往生不算数 这七万人里头有几个人的往生 佛告诉我们 往生净土不难 难在不明其中的道理 这个困难 佛帮助我们解决 那就是独送大臣 特别是尽忠五经一律 要细心地去参想 去参救 我们祈求往生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对极乐世界 对阿弥陀佛 要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欢喜心 愿心 才能生得起来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 读书千变 其意自尽 要培养自己的清净心 要透彻了解 净土 五经一论 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 你的疑心断掉了 不再疑惑了 信心拯救 尽教的好处在此地 疑惑没断 有四号一号都不行 所以尽教功德不可思议 受持 后面才是读诵 受持行门 一教奉行 读诵 接门 接行相遇 接帮助你行 行帮助你接 所以一定要读诵大臣 我们学哪个法门 要读这个法门 主修的经论 修学净土法 无量寿经 是我们主修的功课 净土有五经一论 你全读也可以 学一年中也可以 作为自己主修的功课 天天要读读 要把经里面 所说的理论 变成自己的思想 见解 把经里面的教训 变成我们自己 生活行为 你就是受持 那我们今天通达 通达少分了 一百分里头 我们能通达个 三四分 五六分 就很有受用了 这三四分 五六分 要到哪里去学呢 进中 现在主修的经论 六种 五经一论 你要把五经一论 搞清楚 搞明白了 大概就是通达个三四分 五六分 果然一教奉行呢 凡圣同居徒 肯定有分 只要能往生 即使是凡圣同居徒 下下平往生 而且脱腰 你的问题 全部解决了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对于佛法 对于进中 实在讲 学的人很多 大概百分之九十九 都还是半信半信 所以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不多 为什么 结果世界 没搞清楚 信心伤心 所以进中的五经一论 要讲明本 要讲透彻 把这个世界 跟极乐世界 做个比较 也就会非常 想往极乐世界 我真的想去 经上告诉我 仪是菩萨最大的障碍 这个意思就是 修菩萨道 修菩萨行 最大的障碍 就是仪惑 所以世尊 把他列入 根本烦恼 我们不能不知道 可是信心的建立 又谈何容易 不能够常常 读送大臣 身结义区 信心就很难建立 境界风 稍微动一动 我们信心就失掉 这个是我们修行 功夫为什么不得力 为什么不能 起入境界 我们要了解 原因在哪里 要不得找到 读送大臣 在这里 奠定根基 然后 专攻 业门 业门深入 潮湿 熏修 你在这一生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成就自己 你就是教化众生 你给众生做个很好的榜样 做很好的模范 佛在经上讲的 人身难得 佛法难闻 遇到真正不容易 真正遇到这种特强 为什么 真的把教理搞明白了 深入境障 如净土中的净障 无尽一轮 搞清楚 搞明白 不再怀疑了 一向转念 求生净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